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西藏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个代名词 人间天堂 但大家想过没有 西藏人民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这片土地是人间天堂呢 真的只是因为海拔吗 那你就把西藏人民给想简单了 要知道 一个人如果能把温饱和自由当作是天堂生活的话 那反过来 他在此之前该是经历了怎样的低域生活 而这便是我们今天要去了解的旧西藏 这里的旧西藏 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还未实行民主改革的西藏 1959年以前 西藏地区还是一个正教合一的农奴制社会 对 你没有听错 20世纪的中国竟然还有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奴隶制 什么是农奴制呢 简单来说 就是一小撮人掌握着武装和权力 然后去奴役压榨一大撮人 在旧西藏 这一小撮人就是僧侣 喇嘛和贵族 那一大撮人就是百万的西藏人民 那他们是怎么被奴役的呢 用一句话来简单形容 就是欠债还钱 没钱还就签订劳动合同 干活还钱 你这一辈子签下来 如果还还不完 那就留给你的下一代继续还 顶型的债务型世袭妄替 那这些债都是哪来的呢 当然是那些统治者所制定的各种不平等的税 有些税是你完全想象不到的 像出生要交税 死了要交税 结婚要交税 离婚也要交税 反正想尽一切办法要在你身上留下债务 以此来进行奴役 中世纪的欧洲黑奴至少也需要花钱购买才行 而旧西藏里的农奴早在娘胎里就注定是一个奴隶 要遭守一辈子非人的待遇 所以在旧西藏近百万的人民里 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有债的农奴 一种是没债的喇嘛贵族 为了还债 西藏底层的人民世代被统治者所压迫 再加上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体系 你根本无法想象这里的底层人民过得怎样的炼狱生活 在宗教合同中 什么人皮股 人皮堂卡等等 这些你从来没听说过的词就是底层人民生命被随意践踏的最后证明 感兴趣的朋友自行搜索了解 真实军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 前面我说的是1959年以前 这个时间很明显跟解放时间是不对的 因为西藏是1951年解放的 可为什么到了59年才进行的民主改革呢 这里就需要聊一下关于西藏的解放历史 1949年 毛主席在解放西藏问题上做出指示 禁军西藏已早不宜迟 于是1950年开始 解放军便着手开始解放 当时是考虑了和平和武力两种方式 解放西藏当然主要以和为主 但当时的西藏当局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扶持下 背靠印度就觉得自己好像还能打 于是拒绝和谈 于1950年10月在成都和准备入藏的解放军打了一仗 结果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粉碎了西藏反抗势力 并取得了成都战役的胜利 也就是这场战役的胜利 迫使当时西藏当局坐下来进行和谈 便签订了17条协议 如果按正常来讲 1951年其实就已经是完成了西藏解放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协议上 因为当时国际局势比较复杂 英美等帝国主义时刻不在想着如何分裂中国 加上当时的西藏当局时刻也在闹独立 所以这17条的签订 仅仅是让西藏当局消停消停 解决了国家的统一 没有对当时西藏地区的农奴制度进行改造 也可以理解为1951年的解放 并没能给西藏地区的百万底层人民带来光明 到了1959年 消停几年后不服失败的旧西藏同志者 在境外势力的蛊惑下 再次卷土重来 企图分裂国土 不仅闹独立 还公然袭击驻藏军区和党政机关 本来在此之前 关于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 中央是给了六年的时间 让其自己来进行改制 现在好了 你公然叫板就只能让民主改革提前实行 在得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 驻藏部队迅速以摧枯拉朽般的攻势 短时间内就消灭了反叛的武装 并派出了西藏工委直接接管自治区 史称拉萨战役 这次战役的胜利就直接让民主改革提前到来 之前给六年时间不改 现在打一仗就彻底推翻了农奴制度 让西藏地区的百万农奴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人平等 如果现在有机会你能去到西藏旅游 你会发现很多藏民家里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 他们对于毛主席的感激之情 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世代农奴的压迫 没有经历过从几岁 就要带着手脚链的痛苦 没经历过一辈子永远排不起头的绝望 所以在西藏人民的眼里 是毛主席解放军一举废除了上千年的农奴制度 还给了藏区人民的一片天 而这片天也被亲切地称之为人间天堂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 现在我不做解释 相信大家也能体会到歌词里面的深情厚意 感受到来自藏区人民对党对毛主席的一片感激之情 好了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叫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着四方 我主席就像那金山上光芒着四方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发生弄弄心而大量 我们迈不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fais吧 철州 起碉